我是黄金银,我来自靶神 之前我父亲是在1月7号,突然间晕倒就中风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早上送他进医院 那时候当时我是没有在场 送去医院后就发觉到他的脑部有记忆那个医学 大概有五点多cm这样 那时候他清醒了吗? 那时候他其实进医院的时候是昏迷的 刚开始是昏迷过后清醒 然后他起来就是一直很头痛 当时那个政府医院是说给他打那个止痛症 但是由于那个止痛症,只能六个小时再重打一次 不能太过接近又再打 所以他只能一直要冷痛 当时就是这样子冷痛很辛苦 然后那时候他 你照顾他 那时候他在医院 也是不能回来 也是不能回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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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过后 我们就跟 你看到我父亲痛 然后你叫医生 其实那时候医生 那时候是我的姐夫来送他去医院的 然后 然后他痛症 症了比较好 就是那个止痛症一过了 又再会头痛 就是这样子 他就一直 几天 几天 然后也是 那个血压高 又上又下 这样子 多少 血压高 大概 一百 他进医院的时候就一百九十 后来就有 下 下下 上上 这样一百五十多 这样一百九十 这样子 然后 然后 过后 也不是说低很多 不是说低很多 然后 我就 然后他是 但是后来 我是想到讲 他是 因为他是在突然间 在那个星期四的时候 他的心跳 突然间慢下来 就是 慢到五十以下 而且是慢了两次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 因为 那时候是医生跟他讲话的时候 讲讲一下 他就stop住 好像jam住 这样子 因为 因为他心跳慢了嘛 然后医生就讲说 如果再降下去 要送他进ICU 然后我就想到很担心 要他 因为他要进ICU嘛 然后 那时候 我心里是 我是没有过去 我是去 刚好去 把神 那个Sementer 我们邀请到Sementer 来讲那个 这个新产品 Live Extra 然后 然后 当时我就 我就 我就 听完Sementer讲 我是觉得很好 就是 对我的父亲有帮助 然后 当时 我就跟Sementer讲 要求他 给我 sample 给我爸爸吃 他是跟我讲是没有的 但是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很 很担心啊 我不知道 我就是想要马上给他吃了 因为我觉得 在医院 我只是能等 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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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几时会进ICU 这样罢了 根本不能做什么啊 然后 我就拿了五包 我就给他吃 但是 那时候 当时是我家人 并不 并不赞成给他吃了 真的是反对 因为 因为 他们 不敢给他乱乱吃东西啊 害怕 会有什么事 这样子 然后 然后我就 我就跟我哥哥讲说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就觉得 可能该试一下咯 然后 我哥哥也是想想一下 后来就答应咯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半夜十二点多时候 这样给他吃 就是那时候 因为我哥哥讲 不要给这样多啊 怕到时 等一下他不能适应 还是怎样啊 然后 所以我们就决定 给他半包咯 然后就在服用半包过后 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那时候是服用半包过后 他吃了过后 他是 马上 那个精神很好了 他精神很好的 然后之后 他可以说 是睡到很熟啊 可以转来转去这样 因为之前他 进医院的时候 真的是睡不好 因为一直头痛嘛 所以还是睡不好 头痛喔 一痛得太够力 他又会发烧 就是这样子喔 然后 第二天喔 吃了第二天 不是他就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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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在掉水了喔 然后医生也 把他的那个跳的 那个心跳 拆了咯 就是说他心跳 已经是正常了啊 所以这样子喔 然后我 不单只这样喔 医生说按他的手 他还是有反应那一种喔 然后医生还讲说 他可以出院啊 然后当 那时候第二天的时候 他只是服用绊包包 但是喔 他的精神很好 然后 他很少讲头痛喔 然后在第二天喔 我也是这样给他绊包 绊包但是喔 他更加少讲头痛喔 就是有时有痛 有时没有痛那一种 喔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给他出院嘛 因为没有安排到 嗯 那我们就在星期一才给他出院 就是这样子 星期一是第三天的 啊 其实星期六他可以出院了 就其实 是超过一个星期啦 现在他服用了几包 真正服用 到星期 啊 星期天 星期六 我就给他半包 礼拜天我给他一包 现在 到现在 他一天是服用两包 有 他 他回来过后 从来没有讲头痛喔 喔 现在血压 血压其实现在是 啊 OK的 但是医生也是有给他药吃喔 因为 因为他不是 他是几年的 有几年的血压高嘛 所以喔 医生说要给他吃药咯 这样子 欸 其实喔 要开导的 然后后来喔 就是因为跟他造了 又造 其实他的余血喔 并没有恶化 又是 一直是保持这样子啊 还是保持这样子 所以喔 医生就讲说没有危险喔 就不用开导 而且他血压高也是不能开导 当时是这样子 喔 医生是说喔 给他自然好 他的余血只能是给他自然好吧咯 这样子 而且喔 医生说喔 大概他的余血会好 会散喔 大概是要两个星期 所以喔 其实喔 我爸爸是 本来是应该要住两个星期医院 但是他提早一个星期 就已经出院了 然后现在的余血还在吗 现在余血喔 应该是有散 因为他没有讲头痛喔 有过X-ray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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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X-ray要再过三个星期 才可以再照咯 医生讲 这样子 其实之前喔 因为我哥哥不放心喔 所以给半包 后来其实他 第二天他有问医生 说喔 这个里面这个成分喔 那个Q10啊 他就记得那个Q10 所以他就问医生 Q10可以喂给我把他吃 然后医生就讲Q10啊 喔 可以 可以给他吃 他讲喔 如果我们不能喂 他可以喂喔 所以本来之前 在这之前我们是去医院 是偷偷给他吃的 因为这样子喔 所以我们更放心给他吃喔 我叫万年齁 他是叫王滩欣 他是我未来月父 他是1月7号 然后就晕 在家里晕倒 然后就送去医院 医生就证实他是 脑中风 所以就是那个途中喔 因为大家都在忙着 没有去 没有人去有时间照顾他 所以我们就把他送去10人的医院 然后送到10人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跟我们讲喔 因为他本来是要动手术的 因为年纪太大了 加上有血压高 所以我们不能跟他动手术 所以只能让他慢慢 慢慢去消了瘀血 脑部的瘀血 所以喔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我就 都是 往上都是我照顾他啦 我照顾他喔 他的情形就是这样 他也是有昏迷 半睡半醒这样子 然后就是因为喔 他一直喊头痛 然后不能入睡咯 所以他只能一不能进食 所以医生就要把那个 一个byte从他鼻子穿去到他的胃 然后用灌那些液体给他吃 然后大概要过了一 过几天喔 他就是心跳 已经跳了 慢比正常的 因为正常的70 70下嘛 他到40到50 然后医生就想喔 他一定要进HU 可是进一个HU 需要Deposit到3000块喔 所以因为正好 刚好那时候喔 我们的产品布经理来到我们的 把神这边 然后分享我们新产品 叫赖XRAR 然后 他的女儿叫金银 就跟那个 跟他就是喔 因为还没有出嘛 所以就跟他讨一些 然后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喔 因为我 存货有限 所以 只能给他几包啦 然后就当年赖天网上 我们就找他哥哥一起商量 然后就让哥哥起初开始是反对的 因为这是新的嘛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用 接着跟他再商量过 后他决定用半包 然后第二天网上 我们去找他 就用半包咯 他原本就是因为 准备要进HU 已经也是在手 已经装那个心跳仪器了的 精神也不知道 这半就是有时候醒来 有时候又睡着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喔 我们给他半包 因为一给他半包 他当天就很精神啦 精神过后他就 突然间就好像 又慢慢睡了去 所以那天网上他就很好睡 因为我陪陪着他嘛 所以每一个网上他的 到凌晨他都会半目 就是说有时候突然间醒来 很头痛啊 很热这样子 那天网上就会半包 所以就会有这个情形 到了第二天 因为他的哥哥也不 不能够放心啊 所以就问医生 因为我们赖酸里面有一个成分 叫Q10嘛 他就会说 这个这个产品是Q10可以吃吗 医生说可以 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叫NERS帮忙你 所以他哥哥就开始有信心了 再给他半包 就是因为这样啊 他的心跳和那个呃 全部情况下啦 头痛有些 毛毛毛很低下来啊 人也是很清醒的 然后再下来再给他 在这个 就是每一天给他一包 就这样一包过后 医生就说哈 他这几天过后呢 就能够出院 然后前前后后就是 一个礼拜时间罢了 他就能够出院了 所以我们就是 也是因为这样啊 就是他哥哥很有信心了 所以我们就给他吃 就是啊 蓝藻啊 lisra igseek 和那个 eo 还有aoh 然后我们也做挂沙 所以 所以讲 讲这一句话啦 所以 非常谢谢哦 我们那个 产品部纪理 他会 就是帮到我 帮到他的 很大的忙 因为残废的 中逢的人哦 都需要半年 或是一年 可能才能够出院啊 也因为啊 就这样子 只是一月就要到现在开始哦 只是三个月 他现在已经是 能够讲话啊 你都要直接走路 所以 谢谢艾康